中二月29日开盘后不久 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受到美国大银行的提振 同时投资者在通胀上升 和亚洲新冠病例激增的背景下 关注消费者信心数据 上午9时35分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8.65点 0.20% 达到创纪录的4,299.26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66.06点 0.48%至34,449.3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.31点 0.04%至14,495.20点